現在要來看看裝置的互動 那裝置的互動這個在簡報第68頁 也就是一個同學提供光明電阻 一個同學提供LED燈 你看我們現在的方法 是不是一定LED燈 是不是要插在你的開發板上 可是有些情形是什麼 你的距離比較遠 我也許光線我要偵測戶外的 對不對 但是主機在自己家裡面 了解嗎 你總不好意思拉線拉很遠 那透過Wi-Fi是不是就可以連線 所以像我今天去做那個空中花園那個 我們就是透過Wi-Fi 因為我在那邊不可能再拉一條網路線 比較麻煩 當然是有電源 有電源是相對比較方便 沒有電源也有解決方案 就是我用那個太陽能板 也是一種方法 可是相對太陽能板是比較不穩定 比較不穩定 因為畢竟那個電的發電的容量 會比較容易受到天氣影響 好那我們來看簡報第六十八頁 怎麼樣透過光線強弱 來跟我們集中 那我們就這個你看開發板 我們剛剛講過的Webduno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在多裝置連線也好 或多人控制是相對比較容易 我們剛剛有沒有多人控制用撒描QR Code 那這個就是多裝置之間的互動 那它要怎麼互動 很簡單 來你先看一下 假設 這個積木我先丟旁邊 對了 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你有玩過Scratch的話 假設你的積木不要 在Scratch可以丟在這樣 有沒有 就丟在外面就好 但是block也不行喔 block也如果你是丟在這樣子 它程式碼也會寫進去 所以假設你程式碼暫時不用 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真的丟掉 第二種你可以停用 有沒有按右鍵可以停用 就是你把積木停用 假設你要丟在外面的話 我們要廣播嗎 早講 我想說為什麼有些人要引領期盼 再看看這樣 來 這裡 就是這個積木有沒有 你把它丟在外面 Scratch可以這樣子 但是block也不行喔 block也不行 所以你要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停用積木跟啟用積木 唉呃 這個 這裡 停用積木有沒有 或者你在裡面直接停用也可以喔 有沒有 你不拉出來也OK 就是記得你不用的 你要先停止 它程式碼才不會產生出去 好 我就先拿出來 我們等一下呢 Webduno用多開發板很簡單 一個提供光明 一個提供LED燈 所以我把這個先拿開 來 這樣子是不是一個開發板 一個人提供這個 來 我再找一個開發板 再拉出來 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現場都是Smart 對不對 然後我就跟如雅一起玩 等一下就借它的那個ID 它提供LED燈 有沒有 還是這樣我提供LED燈好了啦 因為它的不方便移動嘛 我方便移動啊 可以嗎 我提供LED燈 它借用它的光明電阻 好 那這樣子開發板硬體是不是都提供了 那我怎麼知道它們有沒有成功連線 所以你看我們開發板裡面 有沒有一個當開發板串聯完成 積木都是這樣準備好的 所以為什麼說它多裝置之間互動比較簡單 你看我把它丟出來 那串聯 所以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有串聯 有沒有 所以我就把串聯勾起來 各位以前國小的時候有學過那個電池串聯跟並聯嗎 請問串聯有什麼缺點 中間斷了就沒了嗎 因為它是單條線啦 並聯像我們現在發電不是用並聯的嗎 對不對 了解那個差別嗎 所以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你連線的就是串聯的裝置越多 只要中間有一個沒有連線成功 你的積木就沒辦法執行成功 這樣了解 因為它的前提是不是當串聯完成 好 那要多個裝置一起互動的 要特別留意 因為開發板只提供硬體就好 要做的判斷 這樣就是放在串聯完成再來做 這樣你了解嗎 也就是我這兩個是不是串聯完了 然後它在這個積木裡面 我去怎麼樣判斷 反正我都確定硬體都有了嘛 我就接收到數值 我就可以來判斷誰要開誰要關 記得這個要勾起來 這樣可以 那我就要借儒雅的ID囉 點頭但是要給我 哈哈哈哈 要借我一下 我這邊已經把它的這個號碼弄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囉 如果反正它現在已經燃完 已經燈已經滅了對不對 好 那我就重新增添一次囉 OK 那我的這邊 現在這個有亮有沒有 那你把你的Smart對準那個天花板的燈 因為你現在看到這個數字不是我的 有沒有熄滅了 了解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因為現在是由他控制不是我控制 不是我上面這個這個控制喔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的就是由他的 所以你隨便轉一轉 你把它變得很暗好的啦 把它蓋起來 有沒有數值變了 我手一直沒動嘛 這樣我跟他沒有串連好喔 這個要演戲很難演的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裝置之間互動很簡單 因為就這樣勾一勾就好了 所以這是他的優點 這是他的優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要麻煩各位喔 你如果左右沒有人 沒有人的你就前後好不好 一起玩玩看 記得開發板那邊 就是只有提供硬體就好了 提供硬體 真正的軟體的判斷 就是那些邏輯條件判斷 就放到來開發板串連裡面 這樣你就會成功了